为了应应过年车流 目前进行污水下水道 施工封路的南安路 新大石燕林路段 在公所与县府公务处协商之后 由厂商进行暂时性停工 并将道路暂时恢复 预计27日晚上开放通行到过年后 公所主任秘书表示 因为春节期间 怕会因为施工封路造成车辆回渡 因此也特别与县府协商 希望过年期间让民众能够方便通行 由于考虑到春节期间 民众的交通能够顺畅 不造成交通处灾期间 我们政工所有跟县政府的承包商 做一个协商 预计在1月17日要来开通 1月27日县政府的承包商 会将阻隔的障碍物把它清除 路面做一个整理 然后在春节期间开通 给我们民众来通行 能够在春节期间提供 我们民众一个顺畅的交通 县议员林芳宇感谢公所的用心 能够在过年期间 暂时让南安路得以顺利通行 而目前暂时的替代道路 近日来也发生多起车祸事件 也希望民众通行此路 要减速慢行以免发生危险 所以路面是假封城的状况 希望说过年的这段期间 让大家方便 也希望大家共同来遵守 毕竟这只是一个假封城的路面 大家要注意安全 南安路的这个施工 也让我们这一个八城社区 进出的车辆相当的多 也相当的拥挤 日前也发生了 我们的那个交通事故 希望大家进出这一个 这一个社区的时候 车速能够尽量的来减慢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 部里镇公所以及县府公务处 能够体谅过年返乡车潮 暂时将南安路开放通行 也呼吁民众年节期间 除外游玩 应注意交通安全 快乐处游平安回家 记者陈伟一 部里采访报道